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核东部地区实施战事状态的阶炎令,许多国际媒体担忧地表示,冲突面临扩大化风险。 这是乌克兰自1991年独立以来,受此实施战事状态,俄总统普京27日警告乌克兰不要采取妄罩行动,目前乌克兰的三艘海军舰艇及24名船员仍被俄扣留,其中三人已被判处两个月拘留。 俄方还强调,实施战事状态是波罗深刻为影响大选,搞住总统宝座而玩弄的把戏。 也有分析称,乌克兰是用战事状态向西方喊话,苦惧北约的进入冲突。 若真如此,该策略至少起到一定成效,西方国家已纷纷谴责俄罗斯。 欧盟轮值主席郭奥地利表示,下月将讨论是否对俄最佳制裁。 乌克兰议会26日表决通过总统波罗深刻提交的关于在乌部分地区实施战事状态的建议令。 28日起,乌克兰在靠近俄罗斯的10个州,以及黑海和亚塑海内水,实施为近30天的战事状态。 波罗深刻表示,战事状态并不意味着宣战,乌不希望有任何人发生战争。 实施战事状态是处于加强防卫需要,不会影响到明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根据乌克兰法律,战事状态国家管理权,转移至军事指挥部。 军事指挥部有权实施宵禁,对公民出行和车辆进出进行限制、检查。 不过波罗深刻强调,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在俄发动地面进攻时才会受到限制。 波罗深刻还指示,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实施部分动员措施,但不会立即进行军事动员。 宣布战事状态在乌克兰之前所为有的举动,是二战以来的第一次。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称,乌克兰海军舰艇在克赤海峡受到俄罗斯攻击,持续不断的俄乌冲突,开辟了威胁的新战场。 到新市场,在实施战事状态的地区,乌政府有权动员有军事经验的公民,管制媒体并限制公众集会。 俄军圣周日在克里尼亚海岸身外对乌克兰舰艇开火,并俘获乌方船只和船员。 这引发近年来两国之间最大的危机,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冲突,已是一万多人死亡。 这是两国首次在海上发生直接冲突。 针对乌克兰的做法,俄总统普京27日,警告基辅,不要采取满照行动。 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声明,普京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时对乌方的挑衅行为予以批评。 他指责乌克兰军舰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故意无视俄联邦领海的和平通行规则。 普京对基辅宣布战事状态表达严正关切,表示希望佛林对乌克兰政府施加影响,说服其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蟒撞行动。 据有新事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日表示,乌克兰在一些地区实施战事状态是该国内证,但在选址进程背景,下次只具有特殊性。 这一决定霍林顿巴斯局势升级,到新事成,克里尼亚依法院27日,判处其中三名乌克兰船员两个月拘留,额电视台周一晚间还播放了额安全人员审讯屋被捕船员的画面,此指示必让无法恼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